8日,据匈牙利国家报报道,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访问了美国,期间并没有与美国总统拜登会面,而是与特朗普谈了很长时间。 欧尔班透露,特朗普有一个如何结束俄乌冲突的详细计划。 特朗普表示,如果他上台,不会在俄乌冲突中出一分钱。 除了谈及俄乌议题,欧尔班还透露,如果特朗普在今年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,中美之间有可能签署重大贸易协议。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布达佩斯3月11日电,欧尔班接受M1电视台采访时表示, 当然,在漫长而艰苦的谈判之后,现在也有可能达成协议。 此外,欧尔班表示,世界重大经济变化的驱动力是东方国家, 必须承认西方和中国经济的紧密关联。 当前美国处于十字路口,一条路是继续花钱外扩,巩固美国全球霸主地位。 另外一条路是进行战略收缩。 卧薪尝胆东山再起,拜登选择走第一条路,而特朗普选择的是第二条路。 美国工业空心化严重,可以卖的东西少,且市场竞争力不足。 特朗普要夯视美国的工业能力, 一方面要强力推行制造业回流美国。 另一方面,需要世界各国给予贸易优惠政策。 这样美国的产品才能顺利卖出去。 2019年3月,华尔街日报曾披露, 中国暂定同意调降关税或放宽对于农产品、化学制品及汽车产品等商品的限制。 为了因应中国让步,华府当局将取消去年针对中国所实施的大部分贸易制裁。 如果特朗普上台,中美达成重大贸易协议,国内企业将会面临着这样一种情况。 对美贸易出口可能比以往顺畅,但是随着美国产品的涌入,市场竞争会变得越来越激烈。 这对于国内企业来说是一个考验。 除了经贸格局会发生变化外,中国面临的地缘格局也会发生一些变化。 今年1月23日,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谈到了台湾问题。 他表示,我们过去所有的芯片都是自己制造的, 现在90%的芯片都是在台湾制造的。 记住这点,台湾很聪明,很巧妙地夺走了我们的生意。 特朗普是一个商人,注重的是实实在在的利益。 他对于台湾抢走美国芯片业务耿耿于怀。 如果特朗普上台,很可能会在该领域下手。 不仅台湾芯片业务会遭针对, 美国还有很大的可能性撕毁与台湾签署的贸易协议, 意味着台湾无法再从美国获得贸易优待。 其经济面临恶化的困局,而这给了大陆一个机会。 2021年10月13日, 俄总统普京达记者问有关中国大陆 对台湾使用武力的可能性的话题时表示, 我认为中国大陆不需要动武, 中国大陆通过增加这种经济潜力, 有能力实现其国家统一目标。 民生是最大的政治, 当台湾无法再从美国获得贸易优待, 对大陆的经济依赖程度不可避免上升。 大陆通过使用经济手段来促进统一, 避免战争和冲突爆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